20世纪6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博士生马克·格兰诺维斯特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 调查了282位上班族是如何找到他们现在的工作的 他追索应订者如何找到职位空缺 找了谁当推荐人 他们参加面试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谁曾经提供过帮助 正如他的设想 他发现当早工作的人寻求陌生人的帮助时 他们都被拒绝 而如果他们向朋友求援就得到帮助 更令人意外的是正在找工作的人 能够从朋友的朋友这些交情不深的人那里得到帮助 格兰诺维斯特将之称为洛联系 他代表了双方有共同的朋友联系 而且在交际圈中有共同的成员身份 但是他们之间本身并没有像朋友关系这种强联系 直接关联在一起 实际上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格兰诺维特发现 洛联系的熟人通常比强联系的朋友起得更重要的作用 因为从洛联系那里我们能够接触到没有加入过的交际群 格兰诺维特调查的许多人都是通过洛联系得到新工作的机会 而不是通过好朋友 这个结论能够成立 还因为在好朋友的圈子里大家经常进行交流或者一起工作 阅读同样的博客 只要他们知道有新的机会 好朋友就基本上都能知道 因此那些洛联系的熟人 甚至是半年都不见一次的人 更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无存得知的工作机会 当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的看法是如何在社群中传奇 传言如何散播或者政治性运动是怎样开始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点 洛联系的熟人拥有的影响力通常比好朋友大 或者两者不相上下 正如格兰诺斯维特所描述的 没有洛联系熟人的人无法了解其他交集圈的消息 并且会受局限 只能接触到自己圈内朋友的看法和消息 暂时这种机会 不仅会让他们无法与最心最前沿的社会意识接触 还会对他们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要知道进步的机会很大程度上 依靠信息的即时性 因为要了解哪里有合适的控制 控缺词位 另外洛联系的人也许很难主持或团结 发起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运动 而一两个好友也许可以很快集结起来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洛联系的人 任何这种形式的活动都很难超越这个小圈子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发动大部分 洛联系的力量能解释朋友圈内的看意 是如何扩大成更大规模的社会性运动 说服数量众多的人追求同样的目标是很难的 特别是当这个目标确实难以达到 就更是如此 大自用走路上班代替搭车 小自因哪家公司不支持有机重职 而放弃在早上喝咖啡 多数人都不会义愤填膺到放弃搭公交或者不喝咖啡 除非他们的好朋友被羞辱或者被捕入狱 所以运动发起者们总会在这个特点作为工具来发起看意 即使一些人并不真的想加入进去 他们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运作 这是劝说的一种形式 并且近百年来屡试不爽 这就是社群或者邻里之间自发建立起来的义务感 换句话说就是同伴压力 同伴压力还有多数人们达到团体预期的社会习惯 都很难清楚表示出 因为他们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因人而异 各有特点 这些并不具备恶人习惯那种一贯式模式的社会习惯 最终让每个人都向着同一方向向前进 然而同伴压力的习惯也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通常在落联系的人之间传播 并且在共同的期望下树立起微信 如果你忽视邻里间的义务感 如果你对社群的既定模式不屑一顾 你就很可能失去你的社会地位 你会危及自己获得更多社群福利的资格 比如你没法参加乡村俱乐部 校园会或者教会 而这些就是你获得社群福利的前提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想打电话找你帮忙的人伸出援手 你可能会向他的网球搭档报理 而他的搭档又可能会在更衣室里 向另外一些人述说他的报理 恰好那些人就是你想要挖掘的客户 然后这些客户就可能对你的印象大大减分 也许不再回你的电话 因为你有不与别人合作的前科 在球场上 同伴压力是很危险 在成年人的生活当中 同伴压力是生意成功和社群自我管理的关键 这种同伴压力本身并不足以维持运动的进展 但是当有一个强联系和同伴压力的洛联系相融合 他们就能创造出新人的能量 这时候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就发生了 要知道强联系和洛联系会怎样推动一场运动 我们可以快进到罗沙帕克斯被捕之后的第九年 此刻已经有不计其数的青年人 自愿冒险参加民权运动 1960年全美范围内的大学生 包括不少来自哈佛大学 耶路大学和其他北部大学的白人学生 申请了一个名为 面希西比夏日计划的项目 这是一个为期十周的计划 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南部进行黑人选民登记 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自由下级运动 而很多申请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动存在分析 在计划开始实施的最初几个月 报纸和杂志里的文章充斥着 会发生冲突的预言 而这些预言甚至准确的有点恐怖 就在计划实施后的一个星期 男人组成的制药维持 对在密西西比的 敢戴尔撒海的杀民自愿者 这种使完威胁让很多学生退出的计划 尽管他们都已经申请加入 但最后还是退出了 当初有一千多名的申请者通过了申请 而当6月要出发去南部的时候 有300多人还是退出了 20世纪80年代 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 道格·麦克斯·亚当 想找出这些人参加和退出 自由夏季运动的原因 他从阅读720名申请者的申请书 开始出手 每一份申请书至少有5页尺 申请者要说明他们的背景 他们想要学密西西比的原因 还有他们在学年登记方面的经验 他们被要求提供自己参加过的一些 组织的组织者名单 以便他们被捕时能够联系这些人 这些申请学班中 有论文和推荐信 还有一些面试记录 可以看出申请加入这个计划 并不是心血来潮 麦克·亚当的最初假设是 与退出的学生相比 最终去了密西西比的学生 很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动力 正是这一动力造成了 参与情况的差别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将申请者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自我利益为动机 例如考验宿 加入这场运动 或者了解难过的生活方式等 第二种是有其他目标的人 例如改善黑人的生活 协助真正民主的全面实现 或者证明社会变革 能用非暴力力量实现 麦克·亚当假设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在意识到这场 自由下级运动的危险后 更有可能选择退出 而有其他目标的人 更有可能坚持参加运动 但这个假设是错的 数据显示 实际上抱着自私和无视理由 去南部的参与者数量相当 动机的不同 不能够解释参与者 和退出者之间的 任何明显差异 接着麦克·亚当 将申请者的机会成本进行了对比 也许那些退出的人 有丈夫或者女朋友 阻止他们去密集系 也许他们有工作 不能申请到两个月的无薪假期 又存了 实际上 结了婚或者有一份全职工作 参加了申请去南部的可能性 麦克·亚当总结说 他只剩下一个解释 一个假设 每个申请者 都被要求列出 他们在学生组织 和政治组织当中的成员关系 至少举出时刻 他们希望能够在活动中 保持联系的人 麦克·亚当考察了 这些列出的人名 加起自成图表 可以看清 每个申请者的社会关系 在对比了俱乐部会员之后 他就能找出 哪些申请者的朋友 也一同申请了 自由下级运动 在他完成这部工作后 他终于弄清楚了 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参加 而有些人会退出 这是由于社会习惯 或者更具体的说 是交际圈中的 强联系和热联系 在其作用 参加自由下级运动的学生 所在的社区中的好朋友 与普通学生 都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参加 那些退出活动的申请者 也有参加一些社区 但是这些社区有所不同 他们不得已形成 能够鼓励这些人 联系细比的社会压力和社会习惯 麦克雅丹对我说想想一下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 递交申请的学生 你报名参加自由下级运动 有五个最好的朋友 一起填了申请表 并且感到自己充满动力 之前发生的任何一起拘捕事件 都有可能引发 现代民权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运动 但这次运动 却由罗莎帕克斯引发 因为他有一群数量众多 构成多元并且密切相连的朋友 当他们得知他被捕时 他们基于友情做出了 自然而然的反应 循着友情形成的社会习惯 愿意对他提供帮助和支持 人们认为看运动 仅仅会持续一天 全世界每天都发生 各种小规模看运活动 而他们几乎都很快宴席起 宴席 西谷 没有人有足够的朋友来改变世界 而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行为的 社会习惯的利益面如此重要 蒙哥玛丽地自公共汽车运动 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运动 是因为在帕克斯的朋友们 散播出消息之后 人们的责任感顺势被激发 觉得自己有意无赖黑人社区团结起来 那些基本不论是罗莎帕克斯的人 决定参入其中 是因为周围人积极强引所帮来的压力 这种被称为 洛联系的力量的影响 但其他人不得不加入洛联系的力量 想象一下 你是一家大公司 有经验的中藤团理者 并且工作出色 备受进入 你花了很多年在公司建立起了自己的微信 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 可以帮你家囊客户 获得建议和宴内消息 你加入了教会 建筑俱乐部和商业俱乐部 还加入了你大学校友会 在单地的分会 你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并且常常被邀请加入一些委员会 你所在的传统中的人 如果听到商业集会 也会与你一同分享 现在你想象一下 你接到了一个电话 与另一个公司的忠诚管理者 进来寻求新的工作 有关 如果他希望你帮忙 你不服务一下你的老板 为他美言几句 如果电话里的人对你来说 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那就很容易做出决定 为什么要冒着地位受影响的风险 来帮助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 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你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很容易做出选择 相信你肯定可以帮助他 这就叫做朋友 然后如果打电话的人 不是你的好朋友 也不是一个陌生人 而是处在两者之间 某个位置的人呢 如果你们有共同的朋友 但是我们本身就不适合 你能相信爸爸 他问他值得 你见吗 换句话说 你愿意为一个朋友的朋友 要多少苦心 你胜利来帮他 获得一份工作 通常来说 只有当以上三个过程都满足之后 一个运动才能自我推进 并达到临界状态 社会变革成功的模式还有很多 而且变革的许多细节 在各个时代 与各种斗争中都不相同 但是如果能搞清楚 社会习惯是如何起作用的 就能够解释为何 蒙哥玛丽和罗莎帕克斯 会成为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帕克斯在那个冬日的行为 必然会导致他最终被捕的结果 然而社会习惯的介入 让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罗莎帕克斯不是第一个违反 蒙哥玛丽县公共汽车 种族隔离政策 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 他甚至不是第一个 在那一年违反这项 法律的乘客 1946年日内瓦·约翰逊 就因座位问题 与蒙哥玛丽县的公共汽车 时机发生争吵而被捕 1949年 维奥拉怀特 凯蒂·温菲尔德和两个 黑人小男孩 营州在白人专区 并且拒绝滥座 被捕 同年 两个中没有种族区分的 新泽西州黑人青年 因为住在一个白皮肤男人 和小男孩的旁边而被捕 1952年 一名蒙哥玛丽警察 开枪射杀了一个 与公共汽车司机 吵架的黑人男性 1955年 就在帕克斯被捕 入狱前的几个月 克劳戴·科尔文 和玛丽·路易斯·史密斯 分别被捕 他们都拒绝 给白人乘客滥座 然而 以上的任何遗失事件 都没有引起抵制 或抗议运动 其实当时在蒙哥玛丽 并没有很多真正的 激进分子 民权历史学家 坚不利策 讲得主 泰勒·布兰奇对我说 人们并没有预计 预先计划 要进行看议或示威 激进主义只会在法庭上出现 而一般人是不会那样做的 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 他想在 帕克斯被捕前一年 也就是1954年时 到达蒙哥玛丽 他发现这个地方 绝大多数接受隔离的黑人 都没有明确地表示看议 他们不仅接受了隔离本身 还接受了随之有来的虐待和侮辱 那么 为什么当帕克斯被捕的时候 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解释就是 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在急速变化 前一年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布兰述 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 规定在公共学校进行 种族隔离为违法行为 在帕克斯被捕前六个月 最高法院颁布了法案 要求学生必须以绝对审慎的速度 消除种族隔离 全美上下弥漫这一种承拟的感觉 改变是否开始了 但这不足以解释 为何蒙哥玛丽会成为民权运动的聚焦点 克老代 克尔文和玛丽路易斯斯密斯在布兰述教育委员会案后被捕 然而他们的遭遇并没有引起抗议 对于很多蒙哥玛丽的居民来说 布兰述教育委员会案只是一个遥远的最高法院的出向名词 而他对当地是否会产生影响 或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们都无从之想 蒙哥玛丽不是亚特兰大 也不是奥斯汀 或其他可能出现改革的城市 这里是互以改革无缘 蒙哥玛丽是一座令人非常厌恶的城市 不然其说 种族启示以及特有的方式在那里存在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里引发了不寻常的变化 罗斯阿帕克斯与其他因违反公共计则种族隔离政策 而被监禁的人不同 他很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 所以他的背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习惯 也就是所谓的朋友一起 点燃了抗议四位的导火鼠 帕克斯在蒙哥玛丽众多社会交际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使得他的朋友们在黑人沉寂的冷漠反应站上风险 就已经对此时做出了反应 当时蒙哥玛丽的民间生活 有许多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小团体主导 这个县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组织目入 几乎比电话号码本还要厚 每个成年人 尤其是每个黑人成年人 师父都从属于某个俱乐部 教会 社会团体 社区活动中心 或者社区组织 而且通常不只加入一个 在这些社交网络中 当罗莎·帕克斯尤其出名 而且让人喜欢 罗莎·帕克斯是少数几个被公认的 无私奋献者之一 布兰奇在他关于民权运动史的 《分开水面》一书中如此描述 他的性格有一种独特的能性亮点 抵消了一群不爱交际的人 所带来的影响 帕克斯的朋友和他加入的团体 遍布整个城市 超越了与之相关的种族和经济阶层界限 他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 民权促进协会当地方会的秘书 他参加了卫理工会 并且协助管理他家附近一个 重属于路德教会的青年团体 他有时会在周末披护 做自愿者 而其余时间参加园艺俱乐部 在星期三晚上 他常常参加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团体 大家一起为当地的医院织茅团 他自发地为存控的家庭当裁缝 也会需要紧急修改礼 也会为紧急需要修改礼服的 富贵白人女孩提供及时服务 他与社区紧密的连接成一整体 因此他的相夫常常抱怨他 说他在外聚餐的时间 比家里吃饭的事情要多得多 社会学家认为 通常来说不以类聚 人以均更 我们的好朋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有钱 一些比较贫穷 还有一些来自其他种族 但总体上说 与我们关系最深厚的朋友 往往是那些性情与我们相近 收入与我们相当 并且与我们有共同背景 和相比之下 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 蒙哥玛丽的社会和经济阶层 他有着社会学家们所谓的强联系 这种直接的人际关系 遍布蒙哥玛丽 和这些不同的团体 又通常不会互相接触 这无疑就是关键了 布兰奇说 罗莎帕克斯超越了 黑人社区的社会层次 把蒙哥玛丽连成了一个层体 他的朋友来自社会的阶层 从运动员到大学教授都有 而这种有益的力量 在他被捕路易举 立即一句话 为了影响 罗莎帕克斯在警察局里 给他的父亲打电话 他当时很害怕 和他的母亲也守住无措 只知道一个一个的联系帕克斯的朋友 看看谁能搬得上吗 他打电话给伊宾尼克松的妻子 其美国全国有设人种 民权促进协会蒙哥玛丽分会的前主席 然后尼克松的妻子 打电话给他的丈夫 告诉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帮忙保释 他的丈夫很爽快地担任 然后便打电话给出社的白能律师 克里福德社 这个律师也认识帕克斯 因为帕克斯曾为他的三个女儿粉丝过衣服 尼克松和杜尔来到街上 将帕克斯保释出来 并送他回家 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蒙哥玛丽 弄计着让种族隔离政策的突破口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他们征求帕克斯的意见 希望能够将他被捕的是提上法 帕克斯的反对这个想法 白人会让你不得好死 但是帕克斯与尼克松在美国 全国有色伦组民权促进协会 蒙哥玛丽分会中 以搭档骨做了十多年 他过去 他也去过杜尔的家里 跟他的女儿轮回交际 访会做准备 现在他的朋友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 会对蒙哥玛丽产生影响 并且对人们有好处 他说道 我很乐意尽全力协助 当晚 在帕克斯被捕之后的几个小时内 他被捕的消息 就在整个黑人社区中的连进阶支 乔安罗宾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团体的主席 兼政客 也是参加了不计其数 组织的帕克斯的朋友 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他团体内的许多教师也知道 接着他们很多学生的家长也都知道 最近5月10月 罗宾逊召开临时会议 发动大家的星期一参加城市跟交底子运动 而那天正是帕克斯散法庭的日子 然后罗宾逊偷偷偷到妇女室制作了许多传单 传单上的传单 仅仅因为拒绝向一个班人让座 又一个黑人妇女被逮捕和尊致 这一户女将会在星期一出庭 因此我们参议所有黑人在星期一的时候 提自乘坐公交汽车 看一对她的审讯和逮捕 不要免疫草肉兵迅把传单交给老师们 让他们分发给学生家长还有同事 罗斯阿帕克斯被捕和二十四小生年 他录一的消息和体制运动的差异 就已经散播到城市中最有影响里的社会团体中 这个团体就是美国全国有数二人 所民权促进协会 蒙哥玛丽峰会 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 有一些黑人教师与他们学生的家长组成 很多收到传单的人本身就认识 罗斯阿帕克斯 他们有的人在教堂里曾坐在他旁边 或者在自愿者集会时认识他 帮助他成为朋友 这是一种出于优异的本能 也是出于同情 让大家愿意去为自己喜欢的人 所说的不公平对待 和进行斗争 也没有表明 当看到一个陌生人受伤时 人们可能两眼盘管 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说法去理 我们心中的愤怒 就会暂胜内心的惰性 让看义行动顺利组织起来 当帮助时的朋友们知道他被捕 并且收到底子运动的差异时 这种友谊形成的社会习惯 也就是帮助我们尊重 人的自发意愿就起作用 他还说 随着我们的数据和工具 变得越来越复杂 塔吉特的广告邮件系统 已经变成一个能用的工具 可以向特定的顾客 推广价值与便利 比如出位人母的父女或者青少年 就是这样的科学群 取个例子 塔吉特婴儿产品部门能够从产前后 里开始一直追身到婴儿出生后 坐上汽车后座和婴儿车 这涵盖了婴儿生活的各个街道 2004年 塔吉特婴儿自由项目大大提高了 邮件的发送次数和产品销售 不管是推销新歌 新事物还是新的婴儿床 经验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如果你用这个习惯 来装扮新的东西 那么工具就会更容易接受它 这个经验的用途 并且局限在大公司 政府机构或者电台 这些希望可以操控 我们品味的地方 总要的发现 一样可以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比如两千年 美国最大的非盈利主席之一的 基督教青年会 会用了两位同级人 但他们利用有数据 作为支撑的顺目工作 来改向世界 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 有2600家风部 大部分都建立在健身环 和社区中心里 十年前 该组织的领导者 可以担心自己的主持 是否能保持竞争力 他们追选了社会科学家 比尔拉伦兹 巴兹鲁斯和数据家 迪恩·阿伯特 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帮助 两个人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从超过150万基督教青年会 专业身上 搜集了对主席的满意 对章材设计 然后从中寻找楼市 那时候 基督教青年会的高层 都要为大家想要的是 顺库的商量设备和现代感十足 而且在新的设施 主席发具体 就是了健身上的文件事 就过得到 因此换排结果时 他们发现 虽然设施的吸引力 有足够多的 各样的细线 可能在开始时 有利于吸引大家路口 但是要想留住他们 就是用而可视 最终显示 是否留在会中的 主动因素是感情因素 比如主租的员工 是否知道会有的意思 会否在他们走进 而坚持是否影响着寒暖宣 神教寒暖宣 很多人经常去建设他们的文件 并不是为了使人跑得起 可是想和人接触 如果会员在基督教 青年会遭到的朋友 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 或是大连 后面接下来基督教 青年会的人 都有一定的社交喜怀 如果基督教青年会 跟他们会员会感到开心 如果基督教青年会 想鼓励 会员概念 就需要利用 自己已经成立的脑袖 并要处理人 跟自己来翻译的文字 特别想要处理 或者用台VZ脑袖 经用某一个地方 只要贴心一种新的食材 在这个例子 与时段内生起 就要将这种食材 并且人们已经熟悉 并喜欢的东西之中 比如人们喜欢去 能够轻松生有的地方 本能就属于做的东西 老子有时告诉我说 我们找到了如何让大家去健身 我们的孩子 不人想去能够买出他们 设下需要的品 但我们一起在 并有科幻的科幻 因此而守护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 改变国民的健康状 包括这些科幻专家说 公司给我们自己 更了解我们的评论 也不能预测我们的评论 不过尽量知道 别人可能会选择买 什么孩子的花生价 并注意让别人 真的好情绪 要增入新的习惯 进行一下 不管你推草或是残酷 或是有氧认证课程 你都必须弄清楚 如何让新东西 看上去什么有谁 上一次我在和安德鲁波尔聊天的周图 我的妻子连含了7个月的生命 就当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波尔自己留起的孩子 于是我们聊了 一个孩子的案子 他告诉我 我和妻子偶尔会去卡提克 恭喜 一年前我们离卡提克 留了自己的地址 于是开始在邮件里 收到了优惠券 最近我的妻子的认情期 进入新阶段 我发现 在寄给我们那堆广告中 妙部喜业 给婴儿服装的广告书园 有微妙的真正 我告诉博尔 我打算在那个周末 使用一些优惠券 还想买一张婴儿厂 和一些育尔食药用的尿布 可能还要给婴儿买些 拉布工程师的网络 卡提克正好就寄给了 我需要买你的东西的优惠券 这实在是太好了 博尔说 可能你的孩子出生了 我们会寄给你一些 几个东西的优惠券 而后 而你随后才会意识到 你需要 第三部分 社会的习惯 蒙哥马里公交车底制事件 社会运动如何发生 熟人社区已穷起 晚上六点时 特里夫人大道的登陆汽车 大驾 以为身材矮小的 非洲与美国妇女上了车 从全包里取出十美分 投入后地下 她四十二岁 带着无垢眼镜 身穿一件过时的中途色奖客 那天是1955年12月1日 星期四 故事发生叫 要来巴马州的南国老弟 白人座位的后面 这个区域什么湖色的人都可以坐 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 上车的人越来越多 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 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 上车的人越来越多 非果车上已经坐马 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轴盘上 其中就有一位扶着顶部扶手 站着白人 此期张姆斯 F布莱克克林的白人站着 就会坐在哈普斯那边的黑人海 让他们给白人让坐 但是没有一个人按照司机说的坐 也许是因为车厢吵着 他们没有听到 布莱克在蒙哥马里大道的地骨区 远车站前走下车 然后向车厢冲户走去 你们最好有座子之名 此期就会乱出 三个黑人乘客站起来 向车厢后面走去 但是哈斯像没听到一样 一弄不动 他对司机说 他并没有心放白人专屈 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没错过 如果你再站起来的话 后来的客说 那我就要报警 让警察拘捕你 西肚冲变 他们辞说 司机走开 叫来了两名警察 为什么你不起来乱坐 因为警察 你们为什么要驱赶我们呢 他访问道 我无法向你解释 警察回答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你被捕 此刻 虽然没有人注意的 但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已经开始 这个小巧的争端是一连串运动的导火鼠 这让民权运动 从社会活动家在法院和立法机关里的斗争 演变从整个黑人社群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开议活动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在蒙克玛丽县生活的黑人战区 不断参与到体制公共汽车的运动中 结束他们运动的唯一方法 只能是把公共交通工具上 进行种族化风的讨款从法律中删除 这场体制运动让公交公司损失惨重 但千百万看议者团结了起来 并有胜出了一位富有领导才能的年轻领袖 他的名字叫小马丁路德金 还发起了一场涉及小时辰 格林斯巴勒 洛丽·佛林汉的运动 并最终传到了美国国会 帕克斯成为一名会员 被授予总统自由宣传 会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 告诉人们一次小小的反抗 是如何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罗莎·帕克斯和蒙哥玛丽 底次公共汽车运动之所以会成为 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事件 不仅因为这一单谱的抵抗行为本身 还与整个社会形态有关 帕克斯的经历遭受了社会习惯的力量 这种不假思索的行李 往往是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 但是这其中又含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社会习惯能够让大街上 集满示威者 他们也许互不相识 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游行理由 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为什么一些小小的社会活动 会变成世界的运动 而另一些则无法形成规模 社会习惯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会习惯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影响 就在于许多运动的根源 比如大规模的革命 或者教会中的微小活动 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谓的三个过程 而这三个过程不断的寻常反复 运动的起因是有情或者亲密的 人之间牢固的联系所形成的社会习惯 运动的发展在于群体的习惯 以及社区与党派之间脆弱的联系 而运动的持续在于运动领袖和参与者 形成了新的习惯 处理了新的认同感或者文艺意识